我們現在洗好米了 然後要放半個小時 到底三個電鍋 一定哪個最好吃 嗨 資本晚安 I'm daddy 我是老爸 我今天大家想要測試的就是 這三台電鍋 為什麼要測試這三台電鍋 因為我最近遇到一個困擾 老爸最近在煮米的時候 因為公司有需要用到沒有 發現好像煮起來有那麼一些不一樣 那我想要了解到底是米的問題 還是電鍋的問題 那我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台是虎牌的電鍋 我印象中去年買的時候 他單價非常的高 他將近差不多快兩萬 我想中是這樣 是2016年 那他比較特別的是說 基本上其實 智慧型可變壓力IH 樂風土鍋 熱風土鍋塗層 然後總共有七層的紅外線 他的內鍋 非常的厚 然後他是虎牌的 他的型號是 JKPAR 這一台呢 我就大概介紹一下 這台是相應的電鍋 這台 這台他的價位是屬於 比較中價位的 是NPCTF-10 那他 就是說 這個是我當初大概是在 我剛才看一下 他是2005年買的 所以距離現在已經11年囉 他應該來說 是比較屬於像是 中階的類型 我記得當初買下來大概是在 七八千塊那附近 那這台就是 就是這台 這台就是 東元的食人糞電鍋 這台 其實現在 我印象中 這台電鍋是 有一次我在買 加電品 買到一個金額 他送的 那這台的型號是 XYFYC-101 東元的 這台也是蠻新的 今天 今天老爸就來測試說 在 同樣的狀況下 就是說 用一樣的米 那水也加一樣的 在 等同的條件下 那 煮出來的 白飯 那我把它 分成三份 然後讓我老婆還有小孩 盲測看看說 吃起來他們覺得哪一個最好吃 那我同時也 想要了解看看 電鍋的好塊 對米的本身 的影響 是不是這麼大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米 是稍微普通一點的米 OK Let's go 這個是貴的 這虎牌電鍋 這中間的 下衣電鍋 這最便宜的 這是東元電鍋 我要讓大家 感受 這厚度 什麼不一樣 我來 竅給大家看 我先竅最後的 好 這個是老爸泡了 大概半個小時左右的飯 那 現在正準備 先加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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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用一般的模式下去煮 那我也是用一般的白米下去煮 那這一台我不曉得它會煮多久 那我就是把它按下去 目前大概過了10分鐘 冬元的這台已經煮好了 它的煙就已經變少了 那那個象印跟土牌都還在煮 等一下來看看它時間差多久 超快 這台剩5分鐘 那這一台象印的這台比較中階的呢 它剩8分鐘 要小聲一點 那飯已經好了 我等一下會把它分成3碗 放在桌上 那等一下我們就照這個方向 看他們到底吃不吃得出來 哪一個飯是最好吃的飯 它的飯看起來就是這樣 好 我來吃一碗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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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吃第一口 先吃第一口 好 我覺得我要吃完再一點 好 它有差異性 這是第二個飯 我要吃第二個飯 只能說很明顯的第二個飯超越了第一個飯 目前來講是這樣子 它吃起來的時候已經有稍微感覺 變成不是黏黏是一塊一塊 一塊一塊的感覺 那這個飯還稍微就是都有分開一粒一粒的感覺 我們來吃最後一個 所以現在來講一下說 我知道它這個應該是黑色的 這個飯的米芯呢 就像 兒子講的那樣就是感覺比較硬一點點 吃起來 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吃軟一點的飯 所以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個 好 最喜歡的應該是這個 好 果然是跟媽媽一樣 這個真的有脆脆的 這兩個真的一樣 哪一個比較好吃 哪一個最好吃 你給它第一名 這個脆脆的 很明顯 相應的電鍋比較好吃 事實證明 不是一定最貴的就是最好 相應這台 2005年生產 日本的電鍋 是最好吃的 各位孩子們晚安啦 影片已經結束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按讚 我們明天見 最喜歡的 這個 你要說 你要敲敲頭 不會敲敲鍋子 勇敢 咕咕 我看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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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